大家好,我是Alex,我到临水了 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后面是海南黄道旅游公路的标志 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们一起看一下 喂,你好 喂,你好 哈喽 哈喽,那里的 啊,我是海南的 今天我们跟你们一起看一下 海南黄道旅游公路的临水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and let's get the road 好的,出发出发 开始下雨了,我天哪 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是在湾宁 然后我以为从湾宁可以直接过去淋水 但是并不是 如果开车的话,那就可以上高速直接到淋水了 但是骑车的话,非常麻烦 就是先要走烂烂的路,然后雨变大了,天哪 然后就要绕过去 哎呀,我的天哪 我要停一下 很难搞啊,兄弟们 哈哈哈哈 你看出发就开始下雨 啊,我的天哪 不下雨了 太好 我对淋水的这段路段非常好奇 因为之前就是整个这条路要开放的时候 就在媒体里面都会经常看到那个温差啊 或者那个重海啊,万宁啊 但是淋水都没有见过呀 到底这里有什么 今天我也在测试我的新的麦克风 以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留灯啊 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套 你们猜一猜 我不猜,房商没不起 哈哈哈哈 这个干啥呀 这个是啥地方 天哪 这个肯定不是海南旅游工作 啊,那边我应该 我应该右转啊 好吧,走走走走 它是卖那个 卖海鲜 看得像买啥呀 新鲜的 鱼 海南的海鲜 哎,好多呀 好的,我不需要买海鲜 所以继续走 今天其实我要到那个亚伦湾 到那个三亚 今天早上从海口出发 今天晚上到三亚 就是第一次这样做 就是一天整一天的算到三亚 二对,我忘了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海南环道六公路的整条路 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限速40 是有可能有一些路段 就是他们有可能60或者70 但是大部分都是有限速的标志 所以啊,所有的汽车开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啊 淋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想到的 第一个是香水湾 然后第二个是清水湾 第三个是那个南湾河岛 那个Monkey Island 第四个是酸饭 九五,九五叫吗? 什么叫? 是外国人 外国人啊? 对 我可以写 我这个直接加油行 九到九五啊 九五 加满吗? 加满,加满 谢谢你啊 好的,加满啦 刚才看到了 很经常有这个问题 只有在海南这个东西 给摩托车加油的 你需要登记 你需要拿身份证登记 但是 那个系统不支持护照 哇,厉害 牛 就是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跟刚才一样 算了,就直接加就行了 或者 第二个方式是在一张纸 登记 你是谁 你加多少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南有这个问题啊 到现在淋水段的 就是给我这种影响的是 奇奇怪怪的 就是它都是要经过这些 也不算是 哎呀 一只狗啊 天啊 危险 就是要都要经过这些小区 也不算是小区 就是度假的这些地方 而且又 你们看 又要游拐 都要坐过游拐 就是不如在 比如说在文昌或者在博奥 就是有一条路 你就跟着那一条走 这里都要换一条 换到另外一条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风景 你们好 你好 我去拍一杯 我刚才骑过来 我还以为是有一个哥们儿呢 但是他车跟你的差距没有 我看到了咖啡 但是没有时间静下来 就交一个走过来 这个一点几声的 喝完了 大家路过这个祖福湾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这样的车 这里的咖啡特别特别好喝 哈哈哈 谢谢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 喝完了一杯 哎呀 太想喝 哈哈哈 好继续走 哎呀 朋友们 非常抱歉 在淋水有一个自由灯塔 如果你们看过那个电影 小时的它 就是它的那个电影有 我想去那里给你们看一看 但是我已经过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标志啊 所以我就过了 但是我往回走 我也不想 哎呀 也想喊拍 但是我不知道喊拍什么 都是这些小区 不知道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吃的 我可以看到 Craft beer 那是挺酷的 好像是 好像是CDF吧 看这个Kawasaki 兄弟 好 那是什么 900 看得不错 不错 Ninja 1000 那可以说我的探索 零水短的计划 失败了 哈哈 自由灯塔 路过了 清水网 香水网 没有去好看的风景 没有看到 无人机也没有飞 哎呀天哪 现在我理解 为什么之前我没有听过 海南还到六根路的零水短 因为真的 如果你想享受这个开车 汽车的过程 就我觉得这零水短不是很适合 我觉得 因为都要过那些小区啊 住住的这些地方 而且要换很多很多路 所以呢 就这样吧 就非常抱歉 今天也 视频也没有什么 烂拍 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风景 现在我就往Yalon湾 往三亚走 有可能在三亚拍几个视频吧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在这间宣布之前 之前的顺厉面 是不是 你不可能在ătare